其实结婚两三年 我一直有离婚这个打算 就是好多事情造成的 你比如我结婚 怀孕五个多月的时候 为了家里面经济 还在上班 结果那个啥 就是领了工资 我回去就 快过年的时候就给他了 给了他以后 紧接着回他们老家过年 回家以后 他邻居叫吃饭 晚上就是他去了 喝到两三点回来了 我给他的工资 一晚上就 花光了 本来计划是第二天 去我妈家 给长辈买一些礼物 结果他一晚上就花光了 就从那时刻我就感觉 就是这个人挺不靠谱 没有责任性 我那个时候就起了 离婚的那种 等于十几年 就埋了个离婚的种子 是吧 对 这个种子就一直在 生根发芽 是这意思吗 对 我们那儿那个分属 就是过年回家了 这次朋友弟兄亲戚 我坐在一块吃了喝了 众人花钱嘛 晚上那会儿这个 经济输入也不太好 结果这儿自己 一气子下就没有控制住 就把钱荒干了 那这就回去以后 他就把这一点就一直记住了 一直就耿耿于怀 也不是单方面这个 感觉他结了婚之后 脾气也变得越来越大了 就是生完小孩 我孩子两三岁的时候 我就去商场给儿子买棉写 冬天嘛 他朋友来叫他出去喝酒 他就把小孩一个人放到家里 我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 我就赶忙赶回去吧 赶回去小孩一个人在楼道里面耍 他就把小孩一个人放到家里 那个时候我看到小孩一个人在楼道里 感觉特别心酸 我说你对小孩都这么不负责任 我是做自由职业的 那么就是说有好多额会验车 这些信息也会 肯定就通过和朋友在一块以后才能上 那我这时候我也给你打电话了 我说我要出去一下 那你也能等到我回来再做啊 小孩一个人多把安全 万一跑得下去丢失了怎么办 也就是说儿子在两三岁的时候 您就自由职业了是吧 那个时候我就开始以后搞一些个体 行 我这么问吧 结婚二十年来 这个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是谁 我感觉就是我 我一直小孩生下没多久就一直这样上班 咱们不说感觉啊 就是客观上是谁 你这是这样的 真是这样的 认同吗 但是我也有缺的事 我也给家里推 就是我不是说每个月开资 还要负付钱三万五万的 也给家里推拿 就是您是三年不开张 对对对 开张十一个月 我就是一年每年就是到了年底结账 我们不是搞这个借助工程上干活吗 咱们非常客观地说 咱们今天不置气啊 这个男人给家里挣过钱吗 主要的是你还是他 反正几乎就是我一直在工作 他就是偶尔来点小孩嘛 我感觉连他自己都关不住那种感觉 也就是说其实您认为 一直是您在养活这个家的 是这意思吧 是的 这个认可嘛 就是这么多年来 实际你们家的主要经济来源 是你夫人 是你前妻 这么说比较好 认可 认可 就认可了 所以其实就好奇了 为什么这次这么坚定要离婚 而且是在有了第二个孩子的情况下 老大现在独立了是吧 老大现在上大学大二 还在读书 读书 有了这个二宝之后 怎么下定这么大的决心要离婚呢 为什么 我就感觉他那个脾气 就是越来越暴躁了 我不是一直搞推销吗 就是有一次吧 去外地推销去了 结果那天晚上没回去 朋友都不回去 我也回不去 第二天早上 我早早的没等别人起来 我就回家了 他就一个这样追问我 就是晚上和谁在一起 我已经跟他说得很清楚了 很明白了 他还是那样 结果他就上手了 把我腿到那个桌子上 那个腿都鱼青了 后来我就把我姐姐叫过来 我就要跟他离婚了 这么多年就连基本的信任都没有 所以这次离婚是因为他跟你动手了 是这意思吗 对 对了